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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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发展自己国内的经济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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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台湾 李宗盛 和平是大家要的 美国的核子 很多国际的因素 都可以密布 不算数 谁能保障 南北韩的核子 扰乱台湾 什么样的核子 都可以密布 都可以密布 都可以密布布 都可以密布布 都可以密布布布 都可以密布布布布 都可以密布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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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全民大搜索 这些蒙面人全部都已经掌握了吗 警方有积极的行动吗 为什么形成两方面的配备 这么悬殊 为什么只有盾牌出现在现场 等一下还有关键一些大现场 来 历史性的一刻我请教是余飞观 期待两岸会有进一步的所谓的和平之旅 可是呢 这个军事的威吓似乎立道 所以蔡英文总统上来之后 军事的威胁是越来越强了 尤其十天来四度绕台当中 又出现有新的共击 来 看到了什么 对 在昨天 4月26号的时候 中国大陆它又是有用这三台飞机 就是运8 然后图154 以及轰6 再加上搭配的一些战斗机 又在持续给我们做绕台的一个 就是说武力威胁的情形 而且这个情形下的话 我们在交为在这十天内 我们再讲到23号的时候 在陆媒的环石网上 它有说它还增加了几型的飞机 真的是有它的威胁在 第一个是数台35 第二个空击2000跟空击500飞机 空击2000跟空击500飞机 它的那个情况战略情况下来 它会做个统合战略 因为它这个飞机的话 在空中可以当个指挥机 来指挥它的舰体 做个攻击 而且还可以最可怕 它可以救飞弹的导弹 做个引导式的攻击 那这个武力的话就很大 然后苏凯35的飞机 虽然是2016年开始 现在也没有几架 但是它后续来讲的话 应该也会增加 甚至于它的千二十来讲 这种飞机可怕的地方在哪边 第一个来讲的话 它可以做一个隐形的功能 对我们的F-16跟幻象来讲的话 那就是有一些威胁的情况 这种飞机 还一个更可怕的情况下 它后面的两个方向机 是二维喷口 它可以改变方向 变成说它有一点像苏凯27 它本身就是苏凯27 发展出来的飞机 它可以做演技师的动作 我们好像会认为说 这是一个表演的动作 不对 因为我们一般像我以前 飞战斗机来讲 我们在做一个大机转航 我要爆压后面 或就我有力位置 去发射我的飞弹机关炮的时候 我需要做大机 一般人来讲 只能耐到九个机 你可能再稍微就会昏迷 那这种飞机对不起 它可以在 就是任何的速度情况下 甚至很低速情况下 任意去变换它的角度 但是小薰我这边讲 也在这些观众们面前要讲 我们也不用担心 为什么 我们从民国七十几年开始 我们的汉光演习 已经执行三十几次 今年要执行第34次的汉光演习 前面的33次来讲的话 它有很多的版本 就是针对中共的各种情况来讲的话 做一个应付的情况下 所以台湾的观众 可以做一个很放心的情况 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开始 加强我们的武力方面 不管是精神战力 不管是我们的武器 不管是最重要的话 就是我们的武器研发 因为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你今天参数 不管是跟美国或法国买的话 哪天它会不会给了你的敌人 但是我还要讲一下 我们敌人不仅是中共 今天只要是美国人打我们 日本人打我们 飞机兵打我们 我们国军都会 就是说 持干戈以为设计 去对他们打 是 为共军而战 我相信做过民调都知道 这是很多台湾民众 愿意承担这样一个责任 但是我开放的画面 就是刚刚我所播放了 我请教是这个 北辰兄 刚刚播放了这么多的蒙面人 你们当初在发起 这一项承抗的时候 指挥官叫做吴思怀 那你们会知道 有这么多蒙面人吗 这是你们料想中的事情吗 我想这绝对是失控 这绝对是失控 一个活动 我们的诉求目的是什么 目的非常清楚 就是对年金改革 我们有一些诉求 所以我们的目的 绝对不是打人 这我再边去强调 4月25号26号 我们举办这个活动的目的 绝对不在于打人 它的目的是什么 大家看到 为什么会起这个冲突 在于他要进去 他的所有的人群 想要进到立法院 他为什么想要进到立法院 因为在早上的公听会 我想丁宇兄在这个地方 这个公听会的时候 听了很多外面的 他群情非常的激愤 他觉得很多人就 扬起了一份想法就是说 我能不能进入立法院 直接表达 那可是立法院已经蒙起来 整个都已经围起来了 所以说才会产生的 因为上午对于 整个公听会 他们没有办法接受 他觉得他想要说的 代表没有帮他说出来 或者是说到一半 没说完 代表都是你的人 对 就算你都是我们的人 可是他没有说完 因为一个人只有8分钟 对 所以他没有讲完 15个8分钟 所以说对 因为这每一个人 都代表了好多好多人 他的意见 在前天晚上的脸书也好 LINE里面都有很多的 陈述意见 所以很多人没有听到 他就开始鼓噪 那至于说蒙面人 这绝对不在我们的计划之内 如果我们今天的目的是打人 我们就绝对不会做这种事 因为没有一个单位 陈抗单位会做这么愚蠢的作为 就是打人 主持人并不是指挥官 那为什么主持人也要蒙面呢 当天其实很多单位 有自己带音箱来 所以他做的一些事情 我们是没有办法完全地掌握 今天上车的人 并不一定是我们当时指派的 你可能不知道在吴奇梁跟吴思怀两位将军 他们在数天前 在25号的数天前 跟25号的前一天 前两天去拜访立法院两次 两个人后面都站得有 蜜面的 脸上 蜜面是他们带进去 不是蜜面的 脸上画迷彩 脸上抹了抹了那个黑黑的 就是画迷彩的这些人 是 然后呢 他当时就讲 是要去进攻立法院 而且要对警察 可能警察都挡不住 他那个话讲得非常明白 你们秉裁不要挡 挡了我照样挡 这个话已经讲得非常明白 换句话说 吴奇梁跟吴思怀很早 我这样讲好了 他们应该附有 教唆伤害 或者教唆妨害公务 或者集会游行法 守谋的责任 这一点根本没有争 理由不是因为 说他们两人是指挥官 或者副指挥官 因为他民意的八百状 指挥官负责 不是这样子而已 也不是因为 其实现在警察 都已经看到有计划了 而且都收到有东西 那些东西都被没收了 那个还更危险 如果那些东西被用上了 那更不得了 而是因为他们自己两次 展现出这批人来 就是这一幕 把自己人展现出来 他并不是隐晦的 他是公开的在立法院 跟院长见面的时候说 如果不谈的话 我们这群人就如何如何如何 展示我的特种部队 就是我的武力 这群还特别说明 这特种部队 他有特别的训练等等 你们警察挡不住 对 他还讲 除非用枪打 否则你根本挡不住 对 除非明报 我们又打死 这个讲法 已经就是教唆的意思 就是说 当天这群人被布置在那里 就是要公立法院 我想余江你应该非常清楚 就是要公立法院 可是警察能不挡吗 那他们的秘密是什么 我们这样讲好了 他们被教唆什么 就是说很简单 警察挡你们就打过去 这个当然是 当天我在现场 那个指挥官两个人要有责任的 我们这个整个行动的规划 没有像外界想象的 那么有规划 那么有组织 组织成一个军队 第一个要人员 第二个装备 编制加上训练 这像是一个有编制的部队 我说真的实话 差太远了 真的差太远了 而且认为你们以打共军的方式 这种作战的模式 来对付台湾的百姓 如果用打共军的模式 绝对不是这样 这是一个没有编制 没有组织 刚才跟大家说武器 我在镜头上没有看到武器 我除了看到盾牌之外 那两个指挥官 为什么会 没有看到反应 反应管单位 没有任何武器出现 那个武器已经被收走了 一个叫给点 对不对 油压捡跟一桶汽油 汽油桶 对 还有几根铁链 这些都是非常危险 在权重运动中 当天早上七点钟不到 所以有铁链 有油压捡跟汽油 所有的警察就围在那个地方 看到了一桶汽油 各位 如果今天我的汽油 是来作乱 我会搞一个 这么大的个盖轮桶 铁桶放那边吗 那个桶子很明显 我们有一部发电机 因为帐篷维持的人 在那个地方 他必须要使用 他要加油 他没有收到玻璃瓶 汽油弹如果用 很多水的瓶子 汽油弹不能用 保特瓶子 汽油放在哪里 来 王队宁等一下 汽油是在哪里被发现的 他早上七点钟 警察收获了发电机 旁边有一桶汽油 是用铁桶装的 在你们的八百重式帐篷里面 是 那条汽油很明显 就是要供给发电机使用的汽油 另外油压捡 油压捡当天没收的原因是因为 我们每天 自从台北市政府规定 帐篷不能过夜 每天都要收帐篷 隔天早上搭 所以帐篷在做死结 我们很多的钢索拉帐篷的时候 会打不开 他必须要去裁剪 所以那个他收了 我们也认了 让他收了 所以当天早上六点都收走了 那点说瞎话 那点说实话 那点说实话 那帐篷需要油压捡 那帐篷不是你想象的小帐篷 我们必须要把它拉紧 又有蒙面人 这么多的蒙面人 他有带武器吗 你们看到哪一个蒙面人带武器 哪一个有带武器 你们拿着旗子打电的时候 那个旗子都是你们的武器 旗子旅馆还没有那个盾牌有力 各位你是否要检查那个盾牌 不是一般的盾牌 那叫做防爆盾牌 那个铝棒是没有办法对抗防爆盾牌 所以我就说 监制加上训练才叫做军队 我们没有这个意识 我们更不会这样做 因为这都是我们面对 我们最爱护的百姓 所以我们只是带着旗子 你如果把旗子当成武器 那不得了啦 每天在西门町绕圈圈的 不都带着旗子吗 那不就武器满街跑 那警察怎么不抓呢 不能任何暴力 我们都要谴责 不管是参加成抗的 或者是警察 双方对抗 只要使用暴力都不对 警察难道对百姓用暴力是对的吗 那当然百姓对警方用任何的暴力 更是不对 所以我讲 今天八百姓是要一个公道 什么公道 我希望检警清清楚楚的 把打人的 被打的或警方使法过当的 查得清清楚楚 只要打人的 不管是执法的警察 还是参加成抗的群众 绝不宽戴 这就是我们要要求的 你也认为绝不宽戴 但是我觉得 等一下另外一个层面要去探讨 台北市警察局 有没有纵报之前 北检也进驻了 到底办了什么 台北市警察局 有没有受到台北市政府 这种态度暧昧的影响 来 定理这番补充 不管是余北城余将军 或者八百姓司执行长罗瑞达 罗瑞达那天12点49分 就在我们公庆会现场说 没有 我们绝对不会进攻立法院 我们绝对坚守社会的资讯 3点10分爆发 爆发这些事情 现在来推脱是当时被激怒 临时的失控 我们都没有预谋 你要纳税的人 去原谅这一群人很难 第一个 没有预谋的话 棺材是临时可以买得到的 嗯 棺材是马上路边就可以买得到的 中山南北路 哪一家店卖棺材你找给我看 棺材不是武器啊 我没有讲武器 记者被打到这一整台黑青 那个是不只是旅馆 还有旗杆 我们对武器的定义 可能认知不一样 是啊 有人拿着油压检去把年代电视台的转播的cable剪断 我们的有人的手指一样断掉了啊 我讲 是啊 手指断掉是因为三个警察被压在那个巨码下面 那断了是我们的人 断了是我们的人 不是警察耶 TVBS的警察 他是被剪断的 所以要查 所以 他不会用这个 对要查 警察为什么 我现在油压检在谁手上 我觉得要查 那个手绝对不是用手指来讲的嘛 手指在我的手上 老婆欺的找手指 没有证据我不讲啊 因为 因为 剪断手指的那个地方 警察是被 被冲散掉 三个警察压在那个巨码下面 如果那个是警察剪断了 我还真的觉得警察还真冤枉 他三个都压在下面爬 很怕人家攀爬过去都被压 那个时候差点被压伤了 我现在要讲就是说 那一天的公听会 我们在台湾的法律的规定公听会 最多只能15个人 我让他最多到15个人 召唯可以推荐两个人 我两个人推荐你们800的代表 罗瑞达 他可以作证 国民党团推荐的五个代表 挂着800的名字 其实都蓝天的 都是后来里面还有两个 在街上打警察被抓进去的 然后国防 由民进党团推荐的代表 我们没有推荐 让国防部跟退卫 找了军系的人 连林德福 连你们自己当年参加的人都说 发表了言论算公允 讲话稍后时间 我几乎都不限制 一个人八分钟讲完了 讲完了之后 我接下来有没有进入逐条 没有 第二天寻答针对疑问 可以询问国防部长 对会主委 这还不够 我还不进入逐条 去进入寻答 下个礼拜 是由在野党的招委负责排 三天他要排公听会 要排什么专报 都由他 这样的公听会会激怒你们 师出有名吗 民进党委员 我一个都没他讲话 全部让反对的声音讲话 当场你去问国民党的招委 你去问你们自己八百壮事的执行长 你们推派的五个代表 是要找理由攻占主席来 把招委控制住 把301占领起来 现在你们说 没有 我们是被激怒的 临时起义的 我真的不用 你们都是好将军 好的将领为什么要杀中华 那些群众 有的是顶着八百壮事 像当年解放军 打着蓝旗反蓝旗 自己有一套指挥系统 连罗瑞达 你们的事情都搞不清楚 怎么团间分组指挥 连你们组舞台的电线都被剪掉 第二个 预模的现场在哪里 里面分工 取名叫做尖刀 这是当天取的嘛 那个尖刀的工作是什么 还有 说我们就是要进去啊 立法院里面 是合法可以这样进去的吗 警察保护错了吗 再来 那我们要查清楚 警察也用暴力 民众也用暴力 合法暴力 就像军队跟警察 非法暴力 就是这一群人做的事情 你怎么跟他相提并论 所谓的非法的警察 准备暴力是 不管是太阳汪过去的群众运动 民众乖乖坐在那边 手放在地上 被拖起来打 那个我们要追究一下 这些警察 最多是霹雳警察 带着盾牌 剩下只带一个小便帽 被拖出来打 在地上踢 要被抓上去 两个分局 有一个就回来 一个被抬起来 丢到管制区外面 而且有分组分工 昨天 记者坐在这边讲 说他一走过去 一群人过来盘查 你是不是警察 我不是 那你是不是记者 正面给我看 可以这样做吗 谁赋予他公权力去盘查 盘查完了 是他不喜欢的 就打 记者被打 要来救的记者 也被打 车子也被砸 然后 媒体的团体 要开记者会 谴责暴力的时候 你们还有一组人 跑去呛下 呛媒体 说你们报导不公 报导不公 你就可以打人 然后这些的分组分工 是当天临时起义分配的吗 所以我觉得 如果能够面对问题 承担你说 我们错了 我们解散 我们回到一个制度面 好好来讨论 我在讲 我一直在讲 师出无名 在这整个制度的讨论过程 去年十月的草案 或更早的观中版的草案 到现在的版本 我们持平而论 是 版本没有往好的方向调吗 我是觉得好 失控的背后 到底为什么 真的有 没有曝光的终架语吗 我是觉得 57个被逮捕 被移送 对 可是我觉得 57个人 不是真正负责的人 他们也扛 扛的东西往前冲 拿了旗子 上面写个梁 梁山部队的梁 全部蒙面 服装几乎一致 这个不可能是临时 要是 这个不可能是临时起义 或者冲动 我想真的 谁把头 我的问题是 谁起的头 我们继续来看这个画面 要是我们一起来看 等会我们把这个画面 开成大画面 各位同事 这个画面可以看到什么 呃 鱼翁 这些人的 对 我们的铁链 你看铁链用上了嘛 他们在拉门 全部的人都在 像拔河一样往后拉 你看他们这群人拉着 拉着往后拉门下来 警察就想办法把门挡住 然后拿砖块就往前冲 然后他们现在准备往上爬 你仔细看 所有的旗子 都是他们的武器 而且都是特别准备而来 有点就地取材的味道 是准备而来 准备而来 我要说那一天的旗子特别多 你看搓了 还有那个绳子也特别多 警察开始爬上来以后 你看所有的水瓶 所有的瓶子 然后那个旗杆要准备 要戳这些警察戳下去 你看到没有 我们前一天在做这个 活动协调会的时候 有规定 你看油牙剪 各单位都不能单击 你没有写 油牙剪 刚刚看到油牙剪 是带民众 后来这个油牙剪 还会出现在警察的手上 各位再仔细看一下 在上面有一个警察 会拿油牙剪 因为他要去剪断 那个毛钩绳 你这样是会隐着 那这是什么 不是不是 他会剪断毛钩绳 所以你这样看 那是 应该是烟雾弹 还是 烟雾弹 是烟雾弹 群众带 烟雾弹 而且有多人拿着绳子 用绳子攻击 OK 那 你看你们所谓的梁山部队 是不是都没有拿动 都独手的啊 那大家 右手指挥大家攻进来 攻进立法院 对不对 他说叫大家往前面走 所以你看到铁链 钉法 包括绳索 然后在当天早上 七点多钟 收到汽油 灰头发最前面的 灰头发最一位 就参加工厅会的 国民党推荐参加工厅会 工厅会代表 就是 哦 来来 就是这一位 叫做什么虎 什么剑 谢剑虎 就是谢剑虎是不是 所以国民党昨天推荐他 去参加工厅会 你看到 你看他这怎么袭警 哦 是 你看到 对 你看到 每个袭警的都在第一排 第一排的人全部都遮着口罩 戴着面具 那这一批人正好 他们就是推到第一线 所以你要说他是没有准备的 我是真的不能不能相信 这些人他什么时候进来的 我们承办单位 是不会推卸责任 我们部队带到街上 你现在不是讲 我们都不知道 我不会推卸责任 所以为什么 吴思怀 我没有说八三 我说要把它厘清 所有在场负责任 他都会负责任 里面有统促党的人 有蓝天行动联盟的人 里面还有这一个叫做 一个叫军公教党 黄振宗带的一群人 全部顶着你们八百壮士的旗号 他们行动可能很激烈 找不到兵 你们把部队带来了 他们拿着麦克风 一指挥全部那边 这很像以前老共 在跟你们打仗的时候 把你们部队变他的部队 因为当时 我告诉各位 来描述一下大家的情况 当时八百壮士有个主舞台 主舞台上面的主持人 没有发声 可是有好几部的指挥车 八百壮士只有一部 昨天你们的执行长罗雷达想 你们主舞台的麦克风的电 电源被人家用油耳朵剪掉了 所以没有声音嘛 你们都没有想过 所以没有声音了 主舞台的那个电源没有电了 然后拔菜总部那些战车 有声音可以指挥冲 接着我们有权利逮捕警察 讲话那个还是正战的 女主班退伍的 任何违法的行为 我们都约谴责 不是无处责任 穿迷彩装嘛 包括也是戴帽子 戴面罩跟口罩 这个是李天躲嘛 那我们声音放开 他在喊什么 小军 我先来讲一下 你看到迷彩或是谋面 戴口罩的因众 其实一方面你也看到 在丢烟雾蛋嘛 油压剪 包括同军神这些器材 对对 就是说有点就地取材的味道 可是相对你看到 这些警方除了有 在立法院里面 到后面慢慢地 看到点失控 就顿开才出现之外 因为你 他们都没有任何配备 为什么这么学 你现在的镜头 只是在进攻立法院 大门的状况 对对对对 可是事实上 欧警察也好 去占据了儿童医院的 会客室 就前面大厅也好 对对对 那等等的 都不在这个场景 就说他们现在这一部分场景 是有计划的 我觉得如果没有计划 吴七良怎么可能在两三天前 三四天前就跑去跟 跟人家预告讲说 我们会这样做 而且我们这些都是特种部队的人 这是非常明显的连接嘛 我觉得那五十七个人 还是可怜人呢 他们被这些指挥官 当年的指挥官 现在还被他们指挥 然后去做出来 然后他们就 他们要负责任 送到警察局 结果这个指挥 帮他们规划好 叫他们冲的人 什么事情都没有 好像说我们解散了 没事了 这一点我觉得不负责任了 他们要负最主要的 守谋的责任了 他们明显的叫这些人冲 我应该是怎么说 那警方传犯了 大家都说这些人是蒙面 吴七良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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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到以后 他的面有被拿下来 完全没有 对 他的面有被拿下来 这两个主要的总指挥呢 所以说未来我相信警方 一定会检工办理 不可能不传办 不不 检方 我跟你讲 今天上午七点 邢太昭 北检的检察长 他找了陈家昌 台北市警察局局长 中正一分局局长廖财珍 刑事警察大队大队长叶超红 北检香月主任检察官周世瑜 还有陈看的主任检察官三个 陈家秀 林中志 肖方舟 还有另外再加两个检察官 做了几件事情 第一个 要把整个侦办这个事情的 检察官的人力 从原来的23个增加到37个检察官 第二个 针对殴打 抢夺 他现在设違法 防碍公务 防碍资讯 但还是亲的 抢了相机到下面还 抢了脚架 殴打 一些相关公诉罪 你凭什么敲敲窗户 然后我要看你证件 强制罪 防碍自由等等 这些公诉罪的部分 全部现在北检收回来指挥办案 第三个 这个案子 不管那些蒙命的人我找不找得到 指挥者 也就是这场活动 谁主办的指挥者 手谋伴 这是今天早上检察 北检召开的会议 然后第四个 台北市政府 之前还嫌这个维安 柯文哲不是讲说 太多了啦 早上那个国民团委员说 为什么要弄那么多的 那个围离柵欄 现在知道了 有情之你不处理 就会变成下场 接下来还有 入权申请到五月中的问题 这个后续要再做处理 我不针对个人 我都很同情你们现在发现 因为有些人 你真的不知道 怎么发生这个事情 王定宇讲出这个最新的一个进度 老实讲 如果我今天没有收到 王定宇这个消息 我觉得民众会觉得 北检你是有问题 不只是北检有问题 台北市警察局你有问题 陈家昌你虽然从台中 调度到台北市警察局 你经验丰富 但是呢 你是这样子办案子的吗 这样一个街头暴力事件的话 竟然传唤的九个人里头 没有压半个人 刚刚姚老师点出 这两个非常关键性的人士 一个叫做吴七良 一个叫做吴思怀 通通没有约谈 甚至不该压一些关键的人士 小姐我把那个剧细讲清楚讲完了 我把剧细讲完了 主观什么 主观反应 除了刚才手摸这些跑不掉 现在正在办当中 说有没有传我 我没办法去替他们讲这个事情 包含那个台上在拿麦克风 我们今天有权逮捕警察 是 为什么我们现在可以知道 她是震诞退役的女上校 连三栋犯罪 三货与动手的是同罪 他们为什么找到她是女上校 所以连这一些 那昨天传的呢 这个就像退役女上校 都在处理中了 都在处理中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你带群众运动上来 道德责任是你带部队出来 你要把部队带回去 可是还有一个东西在道德责任的法律 犯罪事实这么明确 民众可以去接受说 你们正在处理当中 这样的态度吗 那杨老师可以吗 那杨老师跟定 所以我当然也是 今天第一次听到警察官 准备要从上手谋开始做起 这是非常对的一个做法 因为我真的很看不起 就是说将军们叫部队们去打 就说他们情绪越来越失控 就做了不该做的事情 好 结果他们拍拍手 解散了回家 这个没有任何道理 他的动机 或者他自己的设计 是完完整整要动争的 要打架的 杨老师 我对不起 我打得差 中央校第一期 他是中央校第八 我们对学长是一个尊重 而且我们国民革命区 从以前当军人 到现在退伍开始 都是名包入义 爱民的 为什么 那个47期学长 我也很会断 因为那个有三个 那个架倒下的时候 他原来看有三个警察在那边 看着这位 叫你们赶紧走 他去顶 然后之后倒下来 他被压了 谁不知道谁用的 油压剪 这个莫名其妙 所以我们同学 我们八百壮事 我们同学 路关五十二期 很多同学 从第一天守到最后 就是到昨天为止 都一直守在那边 他们是本本分分 要争他们自己所要的东西 但是呢 像这些东西 为什么会打媒体 这个猪都知道 不要说猪队友 那个猪加八级的人 都会知道 怎么会打记者 记者就要来帮你 报道一个真实情形 而且这个 我们同学传过 我们很多画面 那个肥肥的警察 就装一个肥肥警察 我看好几个 对 踢我们的同学 老先生 我不知道是不是学长 倒到地上 很多这画面 他有播 但是媒体上没有播 好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在这样的情况下的话 是不是会有激起 所以可能会跟警察 起冲突 我相信 但是怎么会打媒体 还想问你 你是谁 那不是此地无鱼 三百 那个叫做白痴 加好几个 所以我们同学 也很惊讶 如果他真的做 而且还丢烟物蛋 丢烟物蛋 不是个别 我跟你报告 不是个别 不是个别 十几家媒体的 十几个 记者 不是一家媒体 就说全面性 无差别攻击 对 无差别攻击 对 我大概三十秒 这是更离不掉 还十几家媒体 一块打 对不对 我们同学都觉得 很惊讶的事情 怎么会有人 做那么蠢的事情 你想想看 他今天是要做他诉求 他怎么会打 所以我们同学 从第一天 第一天开始 是外来的吗 就认为 我们同学就直接讲 因为我们当军人当久了 对不对 也不知道是什么敌人 对不对 我们就说他是匪谍 我们同学开始 多少烂工 讲说 这是多少个匪谍 要莫名其妙 是不是真的中共 就混人进来都可能 是不是这样子 这个我特别查了 是 警方有特别调查 里面并没有大陆人士 教官你刚刚说 不是啊 匪谍不是说大陆人士 匪谍不是大陆人士 教官你刚刚说 明刀不愿意 有才人是匪谍 我可以同意 你是在台北渗透的人 我讲真的 你们800状是少做了一件事情 你如果发现 打记者又不是25号发生的 23号在监察院就打了 对 24号在中正一分局面前 中天中市的也被打了 然后 会定是中国人 而是中国的同路人吗 不是这样子吗 不是这样子吗 山洞的人一直在这里面 山洞的人 有可能的 有可能的 然后你们常常讲说 我们是各个团体的组合 他利用你们招号招来的人 行他们组织的行动 我刚才讲 里面有同处党的人 你们也不能否认 里面有蓝天的人 里面有那些激进的人 你们却从来不跟他 跟他讲说 你们现在做这个行为 我不跟你在一起 你让他利用你们的场面 带着人 儿童医院 有一个妈妈抱小孩 在那边耽误了半个多小时 记者的盘查不是一件 记者也有通知你们的 平常讲 为什么大家都生气 是所有的人 所有的摄影机 到今天为止 我今天还问了几个 几个媒体记者 相机还没找回来 是所有的人 那个不是个别行为 是组织性行为 组织性行为 如果不是你八百壮事 你们要讲清楚 谁做的 组织性有立谋性的 不可能全家才会不知道 制作单位 一定要把前三五天 吴其良跟吴思环 开记者会 后面站的那个新闻画面 因为警察官不见得 有那个新闻画面 要把它播出来 而且他们去立法院的 那个新闻画面 重新他们三个人很 嚣张的 吴思怀 吴其良 吴其良 然后再加一位将军 三个人代表 三次都这样 两次都这样 就到立法院去 见院长 见党团的时候 直接说明白 我们这些人 到时候挡不住的 你们除非开枪 你想想 这个就是他的动机 这就是他的主观犯罪要件 就是说他已经准备好 要干嘛 所以检察官不见得 有这种新闻画面 因为这个当时 告诉你国家所训练这些 精良部队 梁山部队 特种部队 准备要做什么了 对 他就是用 国家过去训练 他们就是作战的方式 当时我们只是评论说 你怎么可以用恐吓公权力的方式 说你小心我要揍你 否则 那你就最好 到时候让我 要我怎么 你怎么可以用 我们当时只用 说你不可以用恐吓的方式 可他没想到 真的这样干起来了 就混乱成 当然了 我也可以想象这群混乱的人 是跟那个当时他们想要做的 根本没有相关 或者被刚才讲的骚动出来搞 那可以啊 那你要出来说明啊 你说你原来 那你为什么原来要准备 这群人是要干嘛 你要维持秩序的吗 如果他们 因此是这样子 他们更有极大的企图心 想要揪出来啊 对啊 所以咯 这些不法分子 他们 你应该比公权力 更有强大的企图心 这人怎么会混进来 这个人到底是谁 然后57人的名单里头 9个人昨天被传坏 每一个集会游行 纠察部队 如果是带纠察部队 梁山部队我就拿来当纠察部队 纠察部队是没有人能对抗的 是 有小一群人在那里 故意挑衅要打架了 一上去就解决掉了 是是是 结果 写我线没有看的 那个梁子你看啊 对 带桃葱 带就是他那个旗子 在最前面的 我拿我得 我拿一张照片 那完完全全是 没有第一线的 几乎都是谋面 警方所公布锁定的 57人当中 昨天传唤了9个人 那因为我们看到 14家的媒体记者 被那被殴打 那个受伤的同时 他们传唤了现行犯 57人当中 无线被锁定 这是你们没有的画面 妨碍公务跟伤害罪移送法办 到最后我们看到 5个人限制住居 4个人通通请回 我觉得这个真的 你看 这个这个等于 你看我这个就是 你们没有的照片 这是什么 你看这梁子 你看这么大一个 最早冲击一群黑衣服 你看这群 实际20个人 围在一起 所以就告诉你 互相很有战术的 很有战术的握着手 然后呢 一起准备攻上立法院 第一线 用举的旗子 准备把旗子变挂上去 这就